天啊好冷啊 早上落地的时候是7度 这个 这个多少 这个 500韩元一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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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从Soul 太夸张了这个 哈喽大家 我刚刚已经落地了 然后我把我的行李拿出来了 现在我很迷茫啊不知道要怎么 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我现在要去到我的今天晚上的住宿 怎么去呢 就是我首先要买一个巴士卡 那我就来到了这边一个便利店 Nice to see you 这家便利店 去买巴士卡 这个巴士卡 在吉州岛呢 坐巴士是最方便的 因为全岛全部都有很多很多巴士路线 那打车非常贵 所以我这次呢 因为是穷油 所以我就坐巴士加上骑脚踏车 这个巴士卡呢 是四千韩币一张 然后我往里面充了一些钱 那在我们回国的时候 refund的话 它就会扣掉五百韩元 所以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那我现在拿到了巴士卡 我要去找巴士站 然后坐去我的今天的这个guesthouse 出去了 天哪好冷啊 早上落地的时候是七度 现在太阳出来的时候 应该会暖和一点 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刚刚带过移民局的移民关卡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讲中文 就是把我惊呆了 而且他们的中文比英文要好多了 这好神奇啊 今天我就会在Jesu City里面自由行 那我现在首先要把我的行李放在我的guesthouse里面 才可以出门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季州岛这边 check in的时间是下午的四点 所以等于就是说我早上这一段时间 我是没有办法check in我的hotel的 所以我必须得先到我的 我住的guesthouse把我的行李放下过后 然后我才能出去玩 不然我带了这整个箱子也太麻烦了 我刚刚查了一下 我需要坐巴士453去到我的guesthouse 坐上巴士了 我突然发现我坐的这一个车 我刚刚坐了大概四个站 然后我要转辆巴士才能到达我的guesthouse 然后特别好像的是 因为我看不懂韩文嘛 所以那个站名我只能像是看图画一样 然后一个一个在对比 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炼油法 你好 你好 这是一个他有卖这种炸芝麻油花生油的地方 哇 我看你坐上去看看 朋友们 我刚刚呢 把我的行李放在了guesthouse里面 因为它是下午四点钟才可以check in 所以我今天会在外面游玩 在 Jeju City里面一日游 那我今天不会骑脚车 今天就把脚车放在guesthouse里面 今天我就会主要是搭巴士 因为我早上不是刚刚买了这个巴士卡吗 所以我现在就是自由 可以随意的搭巴士了 那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精神的事情 就是这间酒店呢 后面就有一个櫻花树欸 因为最近是春天嘛 三月四月的时候是春天 是櫻花的季节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 有点微微寒冷的天气 然后又有那种太阳晒得非常舒服啊 走 今天就跟着我来 Jeju City 一日游吧 好多櫻花树啊 我走在路两旁 然后我发现路的旁边都是櫻花树欸 然后现在櫻花刚刚好绽开了 在这个季节里面非常好看 有白的有粉的特别美 然后我现在走在一个小学的旁边 你看小学里面都栽满了非常多櫻花树欸 我现在在一个叫龙头岩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就是之前火山爆发留下来的很多火山石 都是黑色的石头在这个海边 那我刚看到海上面有海女她们在捕捞海鲜 然后在这个火山石上面呢 她们刚刚捕捞的海鲜也就在这边售卖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 你好 哇 这是刚刚早上捕捞上来的海鲜 然后她们就直接在海边售卖 这边的海鲜 这是活的新鲜的海螺 哇 这是活的新鲜的海螺 看 这个 这个多少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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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安妮安妮 安妮安妮 欸 这个 哦 谢谢 谢谢 这个多少钱 好多吧 哦 阿特布斯 3万3万 刚刚我看到了 她们有八爪鱼 然后还有海森 这边都是非常新鲜活的 然后是直接可以这边买来吃刺生哦 然后这都是早上刚刚捕捞起来的鲜货 然后呢都是这附近的海女 她们捕捞起来了 然后她们就会在海边在卖给游客 这个龙头岩呢 她的岩石是黑色的 那它是黑色的玄武岩 是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遗留在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叫龙头岩呢 因为就是黑 象征的黑色的龙 这里简介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现在看到海面上有两位海女 她们在下海捕捞海鲜 那她们下海的话是不带任何的器具 就是完全是自由浅 我不小心闯入了人家的中学 然后我发现在樱花树下有好多学生在这边学习 哇就是在看书那种感觉好青春啊 那种大学的感觉 没想到吧我又来逛菜市场了 感觉我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逛菜市场 看到一家卖鱼饼的地方 500韩元一只 然后它还有卖土豆 还有这个应该是雪肠还是什么 然后还有玉米 边走边吃 买了一个鱼饼 这种实在太饿了 早上到现在什么都没吃 然后这个是500韩元 然后现在我要去东门市场 是一个比较大的菜市场 继续去那里找吃的 冀州东门市场 哇它在卖咸鱼肝 像花样的咸鱼肝 没想到这边有卖各种鱼肝的 晒出来的鱼肝 烟糖蟹 烟糖蟹 你别说这个市场还挺干净的 每间店都很干净很整齐 然后卖的都是一些干货 鱼鱼海就是海鲜干货 还有买蔬菜 买泡菜 哇这个应该是剥好的生蚝肉吧 然后还有卖这种海菜海带 买人参不知道这人参多少钱 好大一个 这还有小 我感觉这个东门市场就有很多 阿姨跟奶奶们 就很喜欢来逛街 买菜啊 然后就很多 还有卖水果的东西 还蛮丰富的 然后我就逛一圈 等一下我就去找个地方 吃午餐 因为实在太热了 季州岛这边有一个地方呢 产橘子 所以呢 这边全部都是卖不同类型的橘子 看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但它是一盒一盒卖的 不知道有没有单个卖的 我看到一家店 人还蛮多的 我决定在这里吃了 还有两个饺子 然后还有 这一份是五千韩币 大概是五星币左右 很好吃耶 它这个 跟我在新加坡吃的不太一样 就是很辣 然后 它的这个导火厅 煮得非常软 店里人太多 我都不好意思讲 就是 我看到大家都是 点一个导火厅 然后再 点一个饭团 然后再点两个鱼饼 然后再点是炸物汁 大概是 大概是大家品牌 平常吃的一餐 然后 这个 辣辣的汤 吃完了 全身都热起来了 然后再配上这个 三萝卜 这个特别不错 以前萝卜 这个是炸饭团卷 鲍鱼饭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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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鲍鱼跟虾肉 大鱼饭团卷 然后鱿鱼还有猪肉卷 大概都是九星币十星币左右 那我真的吃不下了 早不起吃到我真的超撑的 然后我就是看一看 看一看我都已经饱了眼福了 那个黑猪肉卷 满满的一大卷 然后里面全部包的是金针菇跟菜 然后那个是九千韩币 九星币一个 还不错 这么大一卷 我看都看饱了 大家快看前面这个坡 上了一个坡 然后又上坡又上坡 而且我发现金针菇这边的电线杆 也是跟泰国一样挺乱的 看这个错综复杂的电线 然后我们来走上去看一下 我现在其实就是吃饱了 没事干闲逛 然后就在居民去这边附近走一走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对然后其实这边有很多博物馆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 但是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在这种居民区附近走一走 看看观察观察当地人的生活 我比较感兴趣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在这里串来串去 没有目的的 然后看走到哪 就算到哪 就算到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们有一些民居墙壁外墙 都是用火山岩的岩石 黑色的那种石头装饰成的 这边的居民有一些还会种点菜 你看这边的后院的院子 他们有种大葱 还有种一些小葱啊 那边还有个奶奶在那里浇花 浇草 教他的菜 天哪 好美的樱花 在新山公园这边 我周围全部都环绕着樱花 太美了 樱花不是烟花 讲错了 樱花太美了 Hello Hi Can from Seoul 刚回到我的guest house 然后睡了一觉 太困了 昨天晚上不是一整晚没睡吗 然后睡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已经睡到了 六点钟 然后要起来吃晚餐了 然后我的guest house呢 是一个share的dormitory 它是一个四人房 你看我睡在下铺 然后我对面的这个小姐姐 她也刚刚来 她是从首尔来的 然后我们刚刚小聊了一下 然后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妹妹 22岁而已 看我们的房间是这样的 还不错吧 还有四个床 然后上下铺 一个房间四个人share 然后一个晚上呢 是29新币 然后我觉得这边 因为女生chef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安全一点嘛 然后又比较便宜嘛 因为毕竟是轻侣嘛 然后现在晚餐时间 我要出去找吃的 顺便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我们的guest house 啊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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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晚上这里会八点钟有电影放映 超棒的 一圈阿里阿咯 哇 临时决定跟我们一起住的刚刚认识的那些小妹妹出去 她带我出去走一走 然后带我出去找吃的正正好 因为我本来想去那家店她七点就关了 所以呢现在我就跟着她 然后刚好她是她会行的嘛 所以就很方便啦 就直接跟着她就好了 啊 啊 你当时说话 我感觉我感觉我在韩国劇里面 在韩国劇里面 哦 天啊 这是一个摩托 这是一个摩托 和一个摩托 啊 又是一个摩托 哦 又是一个摩托 摩托 快点 пот快 快 frequently 快爆炸 これで limits 一些把酷ата 太誇張了,我們剛剛兩個人是點了一人一份,但他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這看起來非常誇張,是海鮮牛肉麵 海鮮牛肉麵 大家回來了,我們住的地方 回到了住的地方,好冷啊晚上 晚上跟白天簡直不是一個溫度,白天14度晚上可能會10度以下吧 然後剛剛我在吃晚餐的時候,突然就發現我的相機沒有內存卡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拍到後面吃美食的部分 那這樣也好,因為我在我跟這個新認識的室友小姐姐一起吃飯嘛 然後我們兩個人沒有辦法溝通,所以我們兩個人就會用手機的翻譯器互相交通 所以就會很麻煩,那也是正好就是跟他一起吃飯 我也不想讓他覺得尷尬,因為我一直在那裡拍 所以呢,不過剛剛那個晚餐喔,講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他價錢又不會說特別貴 這麼大一盆海鮮欸,兩人份 然後我們一個人是15千,一萬五韓幣 那就是大概15塊錢新幣左右 這麼大一盆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大隻的Sodong 然後還有一隻螃蟹,還有很多其他的那種燒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划算的 那我今天一整天吃到的食物都蠻好吃的 就是,果然像是我在韓劇裡面看到的那個樣子 對,那我們現在今天晚上呢就是 早點睡,早點休息 明天早一早就要出發 開始我的技術島環島之旅 那等一下就會先把我的腳車拿出來打個氣 因為你之前坐飛機的時候 把氣放掉一點點嘛 就害怕那個坐飛機的手壓力太大 那個輪胎會爆炸 所以我就把輪胎的氣放出一點點 所以等一下我要把輪胎重新打回 然後明天早上一早可能吃完早餐 可能9點吧 等太陽升起來過後沒有這麼冷過後呢 我就會出發了 那明天的旗行比較遠 明天大概是75公里 會到我的下一個地方 對 先去沖個涼吧 大家好,我是女儀江 如果你喜歡這支視頻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關注喔 然後記得要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那這次我在技術島呢 會待八天時間 我會環島、激州島 總共行程是234公里 這個系列的視頻我會記錄下 每天我在激州島的遊玩 然後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要點讚關注喔 我是妮妮江 喜歡從生活中發現美的感動 我是妮妮江